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李小姐 又見面了 香港的雨桂很多時都會走雷閃店 是啊 不如這次我們下位同學 當戶外活動進行的時候 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 甚至聽到雷聲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 遠離樹木的地方 去空曠的地方 地開我走在樹旁 你回到室內 找些空曠的地方 不可以在樹下 不可以在樹下 太空曠的地方 好像是 類似 當進行戶外活動的時候 如果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 甚至你聽到雷聲 就要立刻躲在建築物裏 千萬不要上山頂或空曠的地方 是啊 因為較高的位置 和閃電之間的空氣阻隔比較少 所以比較容易受到雷擊 而且彎曲的表面 也會比平地多一些電荷 如果你在走雷的時候 站在空曠的地方 你就會成為地面上最彎曲的地方 會集中較多的電荷 換句話來說 即是容易被雷擊中 所以走雷的時候 千萬不要站在山頂 或者空曠的地方 如果不是 就很容易變成人肉被雷針 做戶外活動的時候 最好都是去天文台的網頁 或者流動應用程式 我都去天文台 去留意有關的天氣消息 沒錯 總之做足安全措施 時事小心 那就玩得開心一點 好嘗哨